第374章家 翠绿的枝叶 碧莺的丝涛 一道道垂落下来 整株树体散发金银宝光 柳神一跃一个变化 而金雷鸡部分几乎不可见了 焦黑消失 有龙林般的树皮出现 整株树共有81根嫩条 它高大而生机旺盛 散发蒙蓉绿光 石村很祥和 灵气盎然 因为村中栽种有树式树林药 并且正中心还有一株 接近圣耀镜的银桃树 街道上 有淡淡乳白色雾矮流淌 那是惊人的灵气 滋养住这片世外桃源 柱子 不需跑 快回家吃饭 一高大健壮的年轻人喊道 村中 一群孩子在奔跑 从一岁多步履蹒跚的小家伙 到八九岁的大孩子 一窝蜂般追逐住五色雀 十号哑然 这简直就是他小时候顽皮的翻版 村中的这群孩子 继承了他们的风格 风来风去 十分野 村口来了一个人 一个小家伙 奶声奶气地说道 啊 十号哥回来了 一个八九岁的大孩子叫道 十号叔 又带好吃的回来了 一名两岁多的奶娃叫嚷 十分兴奋 洒开小腿 颠颠地跑了过来 十号从北海回来后 便回到了石村 只因听闻祖父大闹 石国黄都 这才又匆匆离去 事实上 离开村子才几个月 不算很久远 即便是很幼小的几个奶娃 也记着他 特别是他带回来的美味 那些大龙虾 海中金龟等 让他们想起来就流口水 十号回来 自然引起喧嚣 男女老少都来了 一片热热闹闹 族人都平安 几个月来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 石村俨然成为了一方净土 村人在灵药精气的滋养下 都很健康 尤其是一群幼儿 自幼生长在这种环境下 体质超强 都是修炼的好苗子 远超父辈 啊 又一头纯血生灵 真是太好了 上次的青丸肉 让我想起来就流哈喇子 现在又列来一头 灰胶村人 欢天喜地 都十分开心与高兴 特别是一群半大小子 都又蹦又跳 跑来越去 兴奋地直翻跟头 他们尝到了甜头 这种血肉 比什么灵药都管用 对他们的修炼 有绝大的妙处 吃上一口 浑身毛孔都散发霞光 急速突破原有境界 村人因此而受贿 一些人已不入洞天境 而石灵虎 石飞胶这两个首领 更是进入了化灵境 修为高深 至于组长的白发都转黑了 效果最为显著 纯血生灵让他身轻体健 不仅暗急在几年前就去掉了 修为也是十分惊人 接连突破 这是数十年压制的结果 至于一群少年 大壮 二猛 皮猴等早进入洞天境 而清风更是先一步 踏进化灵境 以他这个年岁来说 相当的惊人 村中热热闹闹 跟过节似的 用十号的断剑 载割灰胶 只剪那些庞大而稀有的 凶情猛兽 不久后 村中肉香扑鼻 惊气腾腾 十分的惊人 臭小子少吃一点 这可是纯血生灵 虽然他还没有成年 不能与他们的元祖相比 但也很可怕 多吃上几口的话 夜里你又该撒欢了 满村子乱跑 这种东西 凡夫俗子吃上一口 就能飘起来 你们几个别贪吃 省住点 慢慢来滋补身体 不然一会儿 保准补过头 尽管村中的长者告诫 但是一群半大小子 还是狼吞虎咽 结果还没有吃完 就嗷嗷怪叫了 浑身发光 开始绕住大户奔跑 这就跟须不受补一个道理 他们虽强 体质不错 但是纯血生灵 何其恐怖 蕴含的神经 足以让他们血液燃烧 沸腾 谢谢浩叔 一些小家伙 被扔进了桶顶中 里面热气腾腾 几位老族长 滴近几滴蛟龙血 让他们都呲牙咧嘴 这群孩子被教导后 修行十分努力 不像皮猴他们那一代人 当时痛哭流泪 不断逃跑 你们得好好修行 就是你们的浩叔 当年也没有用过 这种纯血洗礼肉身啊 村中热热闹闹 非常的温馨 十号看在眼中 暖在心里 只有在这里 他才能彻底的放松 不用戒备与防御 哈哈 我突破了 修为又精进了一大捷 远处 二猛的父亲大叫 脸猪大嘴笑个不停 我也突破了 老爹 我超过你一截了 二猛挠头 嘿嘿傻笑 二猛的父亲 啪的一声 给了他脑袋一巴掌 道 臭小子 有你这样比较的吗 你老子没赶上好时候 修行太晚 错过了幼年的黄金期 哦 我也突破了 哇哈哈 远处鼻涕娃大叫 而今是一个大个子少年了 村头有一个湖泊 非常的沉静 里面金光点点 有龙须鱼在游动 湖中飘着一些小舟 十号仰躺在上 大壮 二猛 皮猴 清风跟随在旁 都无比的惬意 十号回来后没有修行 也不曾进行大战前的准备 而是无比的放松 与伙伴畅聊这几年的经历 这种感觉很好 都是儿时的伙伴 几年过去 变化很大 除雀清风外 这几人都已经有了后代 以为人父 村中灵气充沛 那些新出生的玩体格强壮 我感觉将来都会成为 了不得的豪雄 两三岁的小家伙 都能去搬十年子了 有点吓人 虽然不比上十号幼年时 但的确比我们强多了 二猛与大壮他们感叹 很欣喜 照这样发展下去 石村必然会成为一方圣徒 会走出去不少 威震大荒的强者 湖岸边的芳草地上 一群独角兽奔腾 荧光硕硕 从过去的数十头 增长到了百余头 其中一头高头大马 雪白金银 密布龙鳞片 昂首长思 在那里啃娇肉 她正是小白 近年来不断进化 越发凶猛了 不仅吃草木 还吃凶兽 按照村中老人的推测 这家伙有可能 踏上了一条 超级进化之路 若是一直走下去 真有可能会成为天马 呼的一声 大风吹过 空中出现几头庞大的凶情 展翅盘旋 清临音大婶 大鹏 小青 紫云 十号开心 冲天空挥手 四头剧情 长达几十丈 比以前庞大了很多倍 这些年来 他们在柳树下修行 实力突飞猛进 他们十分喜悦 英锦长鸣 贴着大湖盘旋 荡起阵阵风浪 十号腾起 月上紫云的背 顿时跟住他们 穿云破雾 在无垠大荒中飞行 好长时间才回来 重新落入湖中 岸边 一头土鸡溜溜达达 相当的淡定 都不带看十号一眼的 正是八真鸡 他在村中地位颇高 经常产铃蛋 村人简直将他荡成了宝 连最调皮的孩童 都不会去惹他 山鸡 你居然给我摆谱 当心直接吃掉你 听闻你在太古时 是最出名的大菜 连神魔都喜欢 十号露出一嘴雪白的小牙齿 八真鸡心虚 一六烟跑进村中 不敢在这里继续摆谱 毛球呢 二秃子呢 还有大红鸟呢 十号问道 他现在迫切想见到毛球 拎住他的小耳朵 逼问山宝在哪里 这三个家伙 整日神出鬼没 还不时邀请灵鹰大神 一起寻找至尊神藏 大壮说道 这两年下来 大红鸟他们 曾带回来过不少残兵断器 都是从山中挖出来的 切而不舍 搜寻那绝世宝藏 有几次更是绑了小西天的人 进行审问 原本毛球他们 找到了那处神藏门 不曾想 那地下宝藏居然会潜逃 最终又无影无踪了 皮猴补充 关于这处神藏 石浩在幼时就曾听闻了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的结果 深夜 石村一片宁静与朦胧 被一层淡淡的光辉笼罩 像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薄纱 月光如水 村头的大柳树 生机旺盛 散发出绿莹的光 枝条比以前多了不少 石浩坐在大柳树下 讲述自己的经历 到处在外面的各种见闻 柳神静静地听着 不怎么说话 石浩知道 柳神比以前也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 以前只有一根柳条石 就可以带着石村横移十万里 现在他共有八十一根柳条 生机如海 碧绿晶莹 不用想也知道 深不可测 柳神 昆鹏发怎样 他问道 很好 无愧为太古石兄之一 堪称盖世神术柳神十分推崇 补充道 一经施展 天地倒转 乾坤崩裂十号文言 一阵发呆 这就是境界不同 他与柳神一块施展 结果会大不相同 当年 柳神沐浴无尽雷海 从九天上降落 来历神秘而惊人 可以料想 他现在得到昆蓬法后 实力一定会更可怕了 我也有异法 本想教你 可你决战再急 境界也还不够 等待将来吧 柳神说道 十号文言 顿时振奋 柳神的法一定会震动天下 他很期待 距离决战还有三天了 一场天大的波澜 马上就要来了 外界早已不宁静 所有人都在期待这一战 至于虚神界 更是宣废很多天了 人们都眼巴巴地望住 希望那一刻早点到来 两个神一般的少年 微震荒域 号称少年中的至尊 将在天空战场 展开最为激烈的一场大决战 那是尘封的战场 号称神级擂台 一旦开启 就意味着 不同大域间的碰撞 可能要到来了 少年天骄将要跨于征战 第三百七十五章同去 石村的早上很美 朝阳洒落 惊霞点点 村中灵气阴晕 被染上了一层绚烂的光彩 而村头 绿草如荫 大片的草地 看起来很柔和 一群五色小蓝鸟 在湖边觅食 碧蓝的湖泊 若宝石般剔透 在附近有各种灵情瑞兽出没 石村有柳神在 土纳天地神经 也有银桃圣树在 柳转银白圣灰 自然吸引来很多灵物 这些都是没有危险的 至于那些大型凶兽 根本不敢靠近 对柳神尽若天神 真是好天气 十号睡眼惺忪 伸了个懒腰 无比的放松 这一晚他睡得无比香甜 根本不用像在外界时的戒备 很快村子便热闹了起来 炊烟鸟鸟 家家户户都飘起了肉香 十号叔叔 你在吃啥 很快 一个小屁孩跑来 围绕着他打转 看住他大眼贼溜溜 很壮实 也很可爱 还有我 我也要 一个很瘦小的孩子步履盘山 也奔来 大眼贼兮兮 正是皮猴的孩子 只有一两岁 这个清晨很热闹 十号几乎将全村的孩子 都给吸引来了 帮他们炼化肉中过剩的神性精华 让他们享用美味 真浪费啊 一群大人心疼得要命 不浪费 这些过剩的精华 我顺带住用来帮他们 梳理了一遍筋骨 好处多多 十号说道 毫无疑问 这一日他成为了村中孩子们 最欢迎的人 无论走到那里 都跟住一堆尾巴 围着他乱转 十号叔叔 带我们去掏鸟窝吧 我听说 咱们村中的守护神情 大鹏 小青 紫芸他们 都是被你们掏来的 真的假的 有孩子提起了当年的糗事 这让十号摸了摸鼻子 另不远处的大壮 二猛 胡子等人非常尴尬 而今 他们都是有孩子的人了 被自己家的崽子 提起过去的那点烂事 脸上有点挂不住 纷纷呵斥 小毛还懂什么 不许乱说大壮 直接赤倒 我偏说 那个时候你们可疲了 整天掏鸟窝 爬山头 可住进地折腾 成天向大荒中跑 这个时候 为什么要管着我们 不让我们去 一个小屁孩接老底 乱说 那个时候 我们和你号数一样乖 从来不离开村子 压根就没惹过货 皮猴老脸通红 进行辩解 歉 一群孩子鄙视 我们都知道 号数最顽劣 才一岁多的时候 就成天追着大黄跑 拉他的尾巴 你们看大黄的尾巴 都秃掉了 一只不长毛 一个孩子 只向不远处 那里有一头大黄狗 而今还很壮实 但尾巴确实发秃 正对住十号 刺牙咧嘴呢 这么多年过去 还记仇呢 不忘记过去的事 臭大黄 你怎么这么记仇啊 我白为你嚼肉了 白为你发毛洗髓了 十号老脸通红 当然 所谓的老脸 是相对于 这帮奶娃来说 他深刻体会到了 时间的力量 连他这个当年的小不点 都为人输了 一群咬着手指 还在吃奶的小家伙 取代了当年的他们 说 我们去掏鸟窝吧 十号一挥手臂 做了一个决定 道 好 今天叔叔带你们去掏鸟窝 捉凶兽幼崽 哦 太好了 我们进山了 一群孩子嗷嗷大叫 他们实在乐坏了 又蹦又跳 跟一群小土匪似的 可住进的撒欢 在街上跑来跑去 以示庆祝 阳光明媚 适合野游 说出发就出发 十号挥了挥手 道 还没吃奶的 赶紧先回家去吃奶 一会儿出去后 就不能吃了 一群孩子顿时哄笑 就是皮猴 二猛等文言 也嘿嘿直乐 还别说 这有三四个小家伙 擦了一把鼻涕 颠颠地向家里跑去 嚷嚷着 娘 我饿了 要吃奶 哈哈 一群人大笑不已 就是村中的老人 也都笑眯眯 一群中年人 也都忍俊不惊 小浩 三日后 你就要进虚神界决战了 现在哪还有时间 陪他们胡闹 大壮说的 小哥哥 赶紧闭关吧 该认真琢磨大战的事了 别耽误了 清风很担忧 没事 恢复自然天性 以最轻松的状态 去迎敌就好 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十号摆了摆手 满不在乎 当几个小家伙 一边抹前进嘴角的奶子 一边跑来时 十号仰手 道 出发 就这样 全村的孩子都跑来了 都跟在他的后面 他隐然成为了孩子头 看得村中的老少们直乐 这个 要不我们也一苦思甜 跟出去看一看 皮猴 胡子等小声道 最后 他们鬼鬼祟祟跟了下去 颇有点摸不开面子 远远地坠在后头 好说 我们从村后走 五色雀就在我们村后筑巢 他可真贼滑 你小时候没有捉到 我们也从来都没有捉到过 一群孩子嚷嚷 十号点头 童心大气 小时候那只五色雀 让他吃尽了苦头 每次都会追上大半天 可无论怎么都追不上 常把他累得一批蹲 坐在地上大口喘气 若说起小时候失败的是 当属这件事莫属 从来就没有成功过 浩叔 你气不气啊 听闻有次你为了追他 折腾了一整天 连饭都没吃 最后累得直接趴在了街道上 大哭不止 一个奶娃说道 一边呆着去 十号敲了他脑门一击 嘿嘿 哈哈 一群孩子都大笑 这是浩叔小时候 仅有的几次识别的事之一 你们就不要再提了 一个大孩子笑道 可无论怎么看 这家伙都是在故意接求时 十号摸了摸鼻子 还真是老脸不自在 那只武色却个头不大 只有巴掌长 可是却贼溜得像成精了一般 细细想来 他小时候被那只小鸟 斗出了真火 前着急一点办法都没有 柳神带着石村 横移十万里 这个小东西也跟在村中 一直没有离去 这么多年都没见老太 也算是个艺术 还是那么的讨人贤 十号自语 一群孩子顿时哄笑 对 就是讨人贤 每次都来挑逗我们 结果就是抓不到 一个奶蛙教导 就是这里一个小屁孩 指着一株末盘粗的古老枣树 在繁茂的枝叶深处 有一个人头大的鸟巢 咦 真奇怪 今天怎么没有见到他 就是呀 昨天还看到他四处乱跑 对我们挑衅呢 难道知道浩叔回来了 要找他算账 提前跑了 这家伙真成精了 一群孩子愤愤 很是不甘 十号腾空 来到那处鸟巢前 巷里张望 顿时气地磨牙 道 这败家的小鸟 潮雪里垫的都是灵药叶子 太可视了 一群孩子闻听 顿时炸锅 后方大壮他们也都一惊 他的确学摸过村中的灵药 不过就扯了一两片叶子而已 后来就很规矩了 没见他祸祸二猛到 这家伙可能真成精了 有些灵药我都没见到过 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 居然住巢 十号磨牙 觉得小时候被这个家伙耍了 这分明是一头鸟精啊 可是 任他怎么寻找 都不见五色却出现 早就没赢了 算了 先不理他了 我们进山 十号大手一挥 这群小家伙跟土匪似的 浩浩荡荡 漫山遍野的撒欢 玩命的奔跑 还好有十号看住 不然非直接跑丢了不可 鸟窝 好大的一个巢 这是做山雕他的巢穴 赶紧爬上去啊 快掏鸟蛋一群孩子兴奋 嗷嗷叫着向山峰上闯 做山雕的巢 真的很大 压盖满了山顶 当中有几个乌黑的巨蛋 都有磨盘那么大 真大啊 不好带走 算了 这又不是什么特别强大的凶情 我们放过吧 回头让小浩书带我们去掏火黄窝 这群孩子兴气很高 知道十号他们小时候 掏过变异的青龄鹰的巢 带回来的紫云 大鹏他们这样强大的魔情 自然也想要这种 蛟龙 大家快捉啊 有孩子大叫 跟住爬进一个水桶粗的洞中 扯着一条尾巴 使劲向外来 小家伙们见状 全都嗷嗷蹦着向前冲 一起用力 最好竟拉出一条飞马 长着翅膀 口中喷吐毒液 十号顿式满脑门子黑线 这帮家伙 还真是眼 逮到什么都敢抓 他们继续上路 走入山脉深处 十号背了个药笼 将几个吃奶的娃塞进去了两个 抱着一个 尖头还坐着一个 不然他们肯定走不动啊 紫雕 哇 好强大的翼兽 有孩子大叫 那里有一头通体紫光灿灿 若玉石雕刻出来的雕 能有老虎那么大 散发恐怖气息 正在与他们对峙 最终 他看了十号几眼 不得不屈服了 消失在山林中 这家伙真凶残 你们看 他七居的树洞旁 有这么多的凶兽骨 好强大啊 咦 还有几头幼崽 刚生下来没多久 还没睁开眼睛 孩子们兴奋的大叫 争先恐后去抢 结果被十号阻止了 道 你们带走了幼雕 那头母雕会发疯的 是哦 太残忍了 他失去了孩子 肯定会很难受 一个奶娃小声道 十号笑了笑 道 可以带走一只 他指了指 有一头小雕无比虚弱 显然先天不足 随时会死去 一个孩子抱了出来 十号接到手中 向他的灌了一口和酒 历史就让他醉了 但精气神却好了很多 走吧 反正他本来就要死了 带走也没事 十号带着孩子们继续上路 哇 这头小雕有三只眼睛 眉心还有一只眉睁开 好特别 这是真正的一种 一个孩子大叫 结果 一群小家伙都为了上去 欢喜得不得了 十号自然知道 这只小雕还算不凡 放在村中养大的话 将来能派上一些用场 而今的时候 在明文静后期 实力强大 自然可以在这大荒中穿行 并不用太过担心 太医宝具带助孩子们 进入原始山脉很深的地方 一股刺鼻的血腥味传来 前方的山地有两头巨兽惨死 鲜血染红了地面 十号吃惊 其中一头是变异的灵豹 浑身赤红 闪烁神灰 另一头则浑身金黄 缭绕电芒 竟是赫赫有名的太古一种闪电犬 大荒真残酷 这般强大的一众对决 双双毕命了 仔细找一找 看一看因为什么征战 一群人搜索 很快十号就感应到了 同时孩子们也很眼尖 发现了闪电犬的巢穴 当中金色霞光闪动 几头毛茸茸 浑身金黄的小家伙 正在可怜兮兮地向外望 闪电犬又窄 共有四头 这下大黄有伴了 孩子们欢呼 若是几年前 十号见到闪电犬 这种罕见的太古一种的巢穴 肯定很忌惮 但现在境界上来了 自然无惧 道都抱走吧 养大的话 绝对能守护村子 这下孩子们都喜笑颜开 美得冒泡 后方 皮猴 鼻涕娃 胡子等人看得眼热 这种幼兽 就是他们也心动了 结果纷纷行动起来 这几人 没寻找那变异临抱的巢穴 倒是赶出来一头 十丈高的黑熊精 一番交战 老熊连连拱手作医 他们倒也没有为难 放他离去 猴叔 鼻涕叔 胡子叔 你们不行啊 收获没我们大 一群孩子挑衅 走了 继续上路 孩子们叫着 直到太阳快落山时 他们全都有收获 或扛着硕大的鸟蛋 或怀抱着西针的右手 全都笑得跟花朵似的 在十号陪住孩子们也游时 山脉另一边 重统者也在漫步 一个人独行 踏着草木 踩在树梢上 登陵巍峨山脉之巅 一览众山小 第376章风云阵 快看 我们的闪电犬 跑得好快 夕阳下 一群孩子满载而归 向着石村而去 四头闪电犬奔跑 通体金黄 如几道闪电 纠缠在一起 等我的紫雕长大 一定更厉害 另一个抱住幼雕的小女孩 大眼扑闪 你们的都不行 看到了吗 我这可是赤与鹤的蛋 将来能孵化出强大的一种来 另一个少年美滋滋 抱着一个水盆大的蛋 通体赤红 而又晶莹 还是我的这只小狐仔厉害 将来说不定 会净化出最高贵的白虎血统 另一个小家伙 抱着一只没睁眼的狐仔 红日西坠 落在地平陷径上 一群人都没有空手而归 身影夕阳被拉得很长 晚霞染红了天空 他们回归了石村 村中热热闹闹 十号刚放下药笼 四名奶娃就向村中跑去 嚷着 娘 我饿了 要吃奶 这让村人大笑 看到他们收获巨大 带回来这么多西针右手与擒卵 又吃惊又担心 怕养大后驾驭不了 放心 没事 都不是凶残足累 再者有清零鹰大婶 还有大红鸟他们看住 应该能训出一支一众战队来 十号倒不是很担心 再怎么说 也有柳神镇守在此 十号回来了 过了今天就剩下最两日了 便要进入虚神界进行大决战 无需多说什么 那是一个大敌 前所未有 超过他所遇到的一切凶险 这不光是恩怨之战 还是影响他一生的命运之战 他回来后没有修行 而是让自己放松 再放松 抛开一切 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回归自然 释放天性本能 十号又变成了熊孩子 周围跟住一群小屁孩 晚上领着他们围着篝火吃烤肉 隐约间叫导出一群熊孩子 浩叔 我听闻 你十岁时还在偷喝兽奶 是真的吗 一个奶娃问道 刚从他母亲那里跑来 擦紧嘴角的奶字 哈哈 一群孩子大笑就是不远处的大壮 清风等人也忍俊不惊 村中的骄傲 少年中的第一高手 有这样的糗事 可以说是一生的污点 让十号当着一群小屁孩的面 情何以堪 尤其是 一个奶娃贼兮兮的凑到镜前 道 浩叔 我去偷点奶来送你 但你明天一定还要带我去玩 一群人哄笑 十号老脸挂不住了 给了他一个暴力 道 雄孩子 一边呆住去 嘿嘿 哈哈 最终 十号做出了一个 惊人而大胆的决定 当众人差不多快散去时 他进山了 带着个硕大的瓦罐而去 清楚 一缕西光出现 东方红彤彤 村头的小院内奶香扑鼻 十号将一个瓦罐 架在火堆上 正在熬煮兽奶 真香啊 这自然不能让外人看到 他一个人品尝 思绪在飞扬 想起来了幼时的一切 找到了那种无忧的感觉 就在十号让自己释放天性 什么都不在乎时 另一个人也在大荒中 调整自身状态 攀升到了巅峰 说起来 他们距离真的不是很远 只有数千里 十亿来西江漫步 未尝没有寻到第一祖地的念头 他是十族子孙 而且是狄系中的狄系 便寻中族中各种古籍 与蛛丝马迹 一路向西 运转重通那无以伦比 可看透虚妄的力量 到了这里 可惜的是 终究错过了 他偏差数千里 从这里路过 他开始踏上龟城 要寻一个让他足够安全 与放心的地方 然后进入虚神界 去斩杀那个失踪多年的弟弟 以 好强大的一个人 这难道就是斩杀 灰礁大人的那个生灵 这是一群人形生物 血气连成片 如一片汪洋般在这里起伏 片刻后 这个地方发出冲天的火光 几座山峰被烧成岩浆 十几头一种翻滚 被斩杀了的前径 我的一群手下死了 没有还手之力 一击便被全部斩杀 连他们部下的 可诸淳血生灵的离火大阵 都直接爆碎 这个人真的十分可怕 数千里外 一座山峰上 一个唇血生灵自语 脸上写满金融 相当的震撼 他手中有一块浮骨 此时军裂 意味着他的手下都战死了 另一座更高的山巅上 一块大石上 一个男子盘坐 神艳腾腾 简直要烧毁九重天 威严无比 若一尊天神下剑 大人 唇血生灵向上望去 我知道了 他们临死前的哭嚎声 被我感知 看到了最后的景象 不是那个人 这是一个重铜者 盘坐大石上的男子说道 于神艳中稳若磐石 一双眸子 有赤红火光在跳动 当中有日月星辰 被焚毁的景象 什么 竟然是重铜 时隔无尽岁月 上古的重铜神人在线了 那个唇血生灵动容 是一个了不得的重铜 我看到了一双 可毁灭万物的眼睛 大石上的男子清语 事实上他是一个少年 被神艳淹没 只能看到一个高大的轮廓 并不能见到真容 就是他手下的几名 纯血生灵也望不穿 这样才好 他也是我的目标 我要让他成为 我的追随者 他自语 下方那座山峰上的 纯血生灵头皮发麻 心中波澜起伏 这位大人行尸肆无忌惮 并且的确有这种能力 大人现在去捉吗 纯血生灵问道 晚了 他以重铜催动一件古堡 已经开启一条虚空通道 就此消失了大石上男子望向大荒镜头 道 我已经知道他们是谁 虽然刚进入荒域没多久 但只要去打探 便可知两个少年至尊 将要决战的消息 故此可以推测出 到时候 我去虚神界 等待这一战关键时 将他们都带走 神艳中的少年十分自负 他站起身来 俯视整片大荒 月蝉仙子肯定也会现身 纯血生灵提醒道 他是我的第一目标 大石上的男子声音铿锵 一瞬间火焰腾起 将天上的云朵都焚光了 天上地下一片赤红 灵压九重天 天空战场注定不会平静 不止一场大决战 十国都城 武王府 十一回来了 他身上有重宝 有上古神人时代的法器 一点也不让人吃惊 因为他拥有重铜 十几年来也不知因此 而发现了多少秘藏 翼儿回来了 这一战必赢 无人可打 此战必胜 翼儿当斩尽敌手 崛起于荒域中 踏上一条无上神路 大道演变 神话已经开启 这是他的书败等人的话语 传遍黄都 若一道道惊为班 这意味住举时关注的 大决战开始倒计时了 本是同族 有人言辞激烈 这般长笑 未免有点过了 引发众人侧目 这一日的十国皇都 十分的不宁静 这种不安与动荡 也开始蔓延向远方 波及大皇诸多区域 十号将与众统者开战 孰弱孰强 都将马上揭晓 同样是这一日 十国皇城内 一道圣旨传出 送到了五王府 封石一围无双猴 这一旨意传出后 举国震动 而后影响到了周边各国 所有人都吃惊 因为这一封号 太伶俐与无匹了 在决战前 十皇进封他为无双猴 这是一种厚赐与认可嘛 在此之前 十皇意志没有表态 到了这一关键与敏感时刻 传出这样一道圣旨 不免让人浮想连篇 这是表明一种倾向 还是一种态度 举世皆在议论 在此之前 封石号为天后 在前面又加了一个荒字 荒天后三字一出 还有什么猴可比 只能封无双猴了 不错 十皇这是要平衡嘛 不想后此薄比 封出了一个无双猴 若是众统者能胜 这个无双猴也特霸气了 将来也许不仅要接替 十皇的位置 还要统一更浩瀚的疆土吧 这一封号闹出了很大的风波 让十国皇都不得宁静 沸沸扬扬 黑 无双猴 亦而天下无双 谁与阴风 无人可比 武王府的一些人自然十分激动 这是一种认可 崇通者为天生神人 注定要崛起 没有人可以阻挡他的脚步 这一战必将辉煌无比 照耀于世 再入史册中 十亿的书百皆振奋 府中 十亿独自一人立于窗前 在他的手中有一道圣旨 正面风无双猴 在背面还有一个字 人 这是告剑吗 他嘴角露出一缕淡淡的笑 眸光赤圣 如两柄天剑般 扫过圣旨 无声无息 化成积粉 亦而 你选择在府中盘坐 然后进入虚神界吗 他的父亲出现 不 我去魔灵湖 在这里我不放心 不希望在决战中 受到任何干扰 时意转身 看住自己的父亲 下一刻 他眸子发光 从瞳孔内 飞出两杆战机 他们在空中相遇 爆发出无尽的符文 然后组合在一起 成为一件法器 是 各种符号出现 闪烁神光 开启一条圣洁的通道 这是一件极其神秘的法器 可与虚空中穿梭 下一刻 他从原地消失 被那件法器 在这没入虚空中 以虚空受原始浮古 继承的神灵法器 果然惊人 府中有人惊叹 第377章决战日 魔灵湖 一个地处蛮荒深处 神秘而恐怖的禁区 这么多年来 很少有其他种族的 生灵感接近 不然只能是自取灭亡 圣洁光辉一闪 一件法器穿梭时空 带着一个少年出现 降落在山地中 他迈步向前走去 这里有很幽静 看不到什么巨兽 前方有两座巨山 如门户般处立 在两山中有一张巨大的网 银白而金银 珠网圣门 这是魔灵湖的门户 那是一张巨大的神珠网 巨船可以笼罩苍穹 遮住碧海青天 什么都能网落住 十一显然不是第一次来此 刚一临近就有魔珠出现 不需要什么言语 热情地将它接引了进去 一座巨大的湖泊 灵气蒸腾 这就是门户后方的景象 大湖盈白 惊气阴晕 一些蜘蛛在湖面上爬行 异翼生辉 汲取神性精华 这就是魔灵湖 整座湖泊都是灵气所化 蕴含着无尽的精华 在这里修行 可以让速度提升一大截 在岸边上 有一些断壁残垣 都是坍塌的宫殿 一席间能见到上古时代的辉煌 宫雀虽然破败 但是并不缺少生机 每一座断墙上堵一张大网 趴附着一头可怕的蜘蛛 血气滚滚 据传 无尽岁月前有神七居这里 最后神殿倒塌 成为遗迹 神魔离去 当然 这里并不算是彻底沦为废墟 最深处 还有十几座天宫处立 巍峨磅礴 散发朦胧光运 尤其是其中一座 更是悬在高天上 始终不坠 相传自太古神魔争霸的年代到而今 任时间长和冲击 它都不曾落下来 这是魔灵湖的中央天宫 也是最为重要之地 外人不得踏入半步 否则格杀勿论 甚至 纯血魔珠若想接近 也得通病 不然亦有杀身大祸 这是一片禁忌之地 一头金色的大蜘蛛 从中央天宫出现 记下一条璀璨大道 直通十一脚前 让它上来 这个地方庄严而神圣 在殿雨周围 有一块又一块陨石悬浮 此时天色已黑 它们开始发光 宛若被诸天星辰环绕 有大道符号闪烁 在中央天宫上方 还有一道网 近乎透明 若非强大的修饰 根本不可见到 细如法斯 若秩序神恋构建而成 笼罩巨公 亦而 此战过后 为你庆贺 当为同辈中第一 金色大蜘蛛笑道 十分的畅快 谢师叔夸奖 十一行大礼参拜 若是有人在这里一定震动 金色大蜘蛛来历惊人 活得岁月久远 而今居然成为了 十一的一位师叔 我期待你成为 荒域之主的那一天 君临天下 契吞山河 金色大蜘蛛说道 然后他转身 看向魔灵湖镜头 道 传令下去 去给各太古神山 送请柬 两日后 我要摆宴 庆一而夺得天下第一荣誉 师叔 这还太早 等一站落幕 再庆祝也不急 十一说道 有些地方比较偏远 还是先行送出请帖吧 让他们先上路 金色大蜘蛛转过身 看向十一 道 一而 这一站对你来说 难道还会有什么意外吗 定可直接斩杀他 没有发生的事 谁能说得清 我心中无敌 有那种信念 但却不应该大意 实意平和地说道 不久后 各地热议 因为魔灵湖 真的陆续送出几张琴帖 都是最偏远区域的 太古神山 请尊者赴宴 这还真自信 许多人听闻后都无言 十号拿什么来战 他最强大的肉身 也不过与众统者赤平而已 此外还能有什么 有人为十一造势 这些人逐一举例 言之凿凿 认为精神业让十一真正无瑕了 自此之后再也没有一丝弱点 相对来说 肉身是众统者的弱象 可而今却能与十号肉身争雄 若是进行其他方面 那种神威不可想象 十号拿什么来防 特别是至尊骨 此消彼长 这更是天地之差 一个失去原始真骨 一个再造升华 自此身体完美无瑕 这场大对决还没有开始 外界已经开始热议 然后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所有人都在探讨究竟谁能胜出 毫无疑问 十一先天上占尽了优势 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 他有的十号没有 而十号没有的他却有 终于 决战日到了 现实世界像是一下子寂静了 各座府邸 诸多大教 以及几大谷国 喧嚣了数日后 一片宁静 那些议论声都消失了 所有人像是人间蒸发了伴 因为众人进入了虚神界 这一日 虚神界人满为患 前所未有 各条通道始终满在 朱雄一批又一批的赶道 出现在净土中 那是上古世家 拓跋族隐退的老族长 他竟然也出现了 这算什么 你们看那边 西陵兽山的幕后巨头 真正的主人也来了 竟是这么庞大的一头老白虎 你们的眼睛都睁得不够大 这些算什么 纯血生灵都要来不少 一些太上教主 更是要亲自降临 一眼望去 黑压压一大片 人头攒动 各种生灵都有 数百上千个种族旗线 这是多年来 罕见的一场盛事 人们翘首以待 今日注定要震动全荒域 这一战会被载入实测中 无论结果如何 那两人都是今日最璀璨的焦点 来了 虫童者出现了 人们惊呼 不由自主分开一条道路 为他让路 十一身体修长 但却很强健 龙行虎步 一头浓密黑发飞舞 一对虫童迷蒙着雾气 像是混沌在弥漫 他一步一步走来 宛若天神下界 有一种军灵天下的气势 虽是一个少年 但却让很多老辈人物都心惊肉跳 危险 极度危险 这是一些强者最敏锐的感觉 尤其是看到那双眸子后 众人更是心颤 在那里彷扶看到了 日月星辰毁灭的景象 在他的身旁 有一头金色的大蜘蛛 一路相陪 走到这里 除此之外 还有一群人形生灵 个个都散发恐怖气息 魔灵狐的强大人马到了 变化成了人形 在不远处 还有一个老玉 拄着拐杖 向这边看了一眼 补天教的西花婆婆 难怪荒域将乱 魔灵狐都不算太担心 现在看来 可能通过十亿 搭上了这条线 有人轻语 一些了解内情的人 都露出凝重之色 十亿来了 一个主角已现 就等十号降临 展开大决战了 五 来的人真多 各方教主与巨头都到了 这可真是千百年难得一见啊 人们知道 这是神级类台战 这一战的开启 影响深远 远处 咆哮震天 金光璀璨 十几只九头狮子出现 屹立一方 关注场中 五色神光滑过长空 几头巨大的孔雀 展示积天 盘旋在上 流淌圣洁霞灰 另一方 白玉龙像长明 在这一些苦修士 坐镇在那里 散发宝灰 再向远看 牙字 皮修 酸泥等线身 一个个庞大如山 气息恐怖 毛子开合间金光四射 射人心魄 这还不算什么 随着时间推移 更恐怖的生灵出现了 一辆又一辆战车 隆隆轰鸣 碾压过苍穹 停在镜前 都是以巨兽 一群拉车 并有神铺相随 光彩万丈 气息滔天 太古神山的尊者出现了 一来就不不止一人 而是战车并驾齐驱 接连出现 恐怖威压让人站立 体弱筛康 到了此时 望遍山野 天上地下 到处都是生灵 无穷无尽 难以计数 这些纯血生灵出现 而且都是巨头 蛀石阵的群雄发毛 双骨战战 都很害怕 这个场面实在太大了 火光闪耀 一辆烈火碾车出现 散发滔天威压 缭绕朱雀神燕 在那里盘坐 有一个中年男子 在身旁锤立着一个吃衣少女 火皇带着一位公主来了 话音刚落 另一遍隆隆声传来 金色神燕 包裹住一辆石车 进入长空 石皇到了 他们不是人族 行走间 古墓横空 遮天蔽日 随后 海族一有人出现 吃黄金三叉戟 踏着萌萌水浪 宛若屹立在大海上方 熙熙 真热闹 这一战让人期待啊 魔女出现 美丽的挑不出一点瑕疵 像是杨之玉雕刻出来的 身段高挑 容颜倾城 既然她来了 毫无疑问 月蝉仙子肯定会出现 他们是天生的对手 一直在针锋相对 事已至此 人们都在等待 石浩在哪里 身为另一个主角 却迟迟不肯现身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躁动 传来阵阵议论声 难道她窃战了 不敢出现 天空中降下台阶 光芒璀璨 浴室出现 朦胧而模糊 她话语冷漠 道 另一个人还没有来 不想决战了吗 显然 她很不高兴 话语充满了不渝 人们无言 连玉石都出现了 那家伙还老神在在 这也太沉地住气了 该不会真要爽月吧 轰 就在这时 玉石身后发生爆响 一条璀璨的通道炸开 喷不出的霞光 神圣而祥和 谁也没有看到 在这一刻 玉石的身子一僵 一根枝条如触手般 敲了她臀部一下 那意思是 让开 随后 璀璨光芒稍微内敛 一个大眼清亮的少年 踏着灿烂的通道走出 所有人都被震住了 有点傻眼 第378章 开启尘峰的战场 半空中光雨分舞 如晶莹的花瓣般洒落 这条通道十分璀璨 圣洁光辉弥漫 十号大步走了出来 玉石身子发僵 刚才竟然突兀地 被人戳了一下屁股 这简直 不可想象 她是何等的身份 居然被人如此冒犯 让她寒毛倒数 那通道出口距离 她太近了 竟在咫尺 刚才若是直接 给她来记痕呢 后果不堪设想 玉石心中发毛 现在想来 还有点后怕 她是虚神界的 一缕一只 志强无比 居然有人 可以骑身道尽前 她认真私存 也许是当年构建这片 精神世界的众神中的 一员还活着 不曾死去 可想来也不对 若是神的话 还需如此 附近 很多生灵都发呆 这家伙也太离谱了 并没有走正规的路 而是突然弄出 这样一条通道来 阴雨流转 十号不出通道 大眼很亮 向左右看了看 一副很自恋的样子 喊道 天空中一声巨响 十号大人闪亮登场 众人无言 这家伙真能搞啊 阿呸 这小贼脸皮真厚 魔灵狐的生灵很不满 在远处愤愤不已 他是怎么过来的 为何能在虚神界 构建一条通道 看起来非常惊人 亦有人带着这样的一户 现场一片骚动 十号的登场很另类 让人又惊又匪 霞光收敛 那条通道消失 玉石脸色不是很好看 盯住他看了很长时间 才道 你怎么不走正路 正路 我身正 陆正 一直在走正路 至于这次借助虚空通道来此 是因为没辙 这个地方被人海淹没 我进不来 只能如此十号达到 玉石脸上没有一点笑容 他很想问个究竟 是谁将这个少年送进来的 但当住这么多人的面 他倒也不好追问 远处 火黄 石黄等至强者心中凛然 他们盯着那消失的通道 看了很久 心中很不平静 弟弟 你终于来了 等你很久了 这一战就此开始吧 十一开口 站在那里 一昧飘斩 黑发飞扬 眼睛散发出 妖艺的光 众人心头一紧 都知道 真正的大决战要来了 这么多十日的等待 全都是为了这一刻 要目睹 孰弱孰强 小聂畜 你一次又一次挑战 我魔灵狐的耐心 今日一并有个了结 看你还能张扬到几时 远处 一头大蜘蛛 充满恨意 十号先是在石国皇都 击杀了一头 闭魔黑铜珠 而后 又在虚神界 毁他们的山门 拍烂几座宫殿 让他们愤恨无比 十号冷眼一瞥 根本就没有理会 这样一眼充满了蔑视 那意思是不服气 你尽管来一战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轻视 这种眼神带着羞辱 很不给面子 当着所有人的面 将说话的魔珠给无视了 让他脸色铁青 十分难堪 气 玉石一声大喝 他带着十号与十亿 升向苍穹 而后踏上一条金色的通道 在道路两旁 莲花飘落 甘泉鼓鼓 神圣无比 这条金色的大路 一直通向天外 神秘而圣洁 让所有人都向往 显然这是通向天空战场 是 破空之想传来 很多人驾驭宝具腾空而起 向着苍穹上方而去 都是各大教中 实力过人的修饰 这是一条金光大道 宛若通向神界般 十号相当的好奇 跟在玉石的身边 左看右顾 偶尔还跑到大陆的旁边 摘上一朵莲花 这让玉石满脑门子黑线 他有点怀疑 这家伙真是为决战而来吗 怎么一点都不紧张 也太放得开了 弟弟 你果然还没长大 还是孩子啊 实意淡淡地笑了笑 律师没有说什么 这兄弟二人 一个是名副其实的熊孩子 另一个老成的 有点可怕 都异于常人 你没事乱操心 坐肾 看 那有只鸟 你是不是也要管下 十号点指远处 那里有两个糟老头子 躲在人群中 鬼鬼祟祟 正是金碧大爷与鸟爷 在鸟爷的尖头 站住一只鸟 此时他很不和谐 气鼓鼓叫嚷道 关你鸟事 一群人都无言 这 缺德的鸟 鸟爷急忙教训 不许他乱语 十号他们踏着金光大道 庞扶登上了九重天 进入一片神秘的区域 周围雾矮飘动 刚风烈烈 而跟上来的人 无法登临金光大道 因为这不是为他们准备的 只能靠自己驾驭宝具飞行 可是越向上越困难了 受到了极大的阻力 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有资格去观战对此 御师只是这样 淡淡地说了一句 随后 最起码有一半人放弃了 根本飞不动了 这天地间有种威压 让他们窒息喘不过气来 这是一片神秘古地 金光大道载着十号与十亿 来到了天穷外 出现在一片古老的地狱中 除去雾矮外 最后这里竟出现了残破的建筑 漂浮在虚空中 宏大而庄严 即便坍塌了 也给人肃穆的感觉 到了 那里就是天空战场之一 人们吃惊 一座悬在虚空中的战场 凌驾于云霄上 十分巨大 足够两个人在那里决战 可以看到 它通体呈淡金色 像是以神经铸成 同时铭客有诸多秩序规则 金色的瓦石擂台 看起来严肃而又宏伟 尘封多年的天空战场 终于又要开启了 让人期待 我希望各域天骄大碰撞那一天 早一点到来 远方 雾矮中 有一团神艳跳动 一个少年无比自负 眺望神级擂台 眸子中有赤红的火光 像是可以焚毁诸天星河 在其身后 跟住几个纯穴生灵 一个个都很强大 安静地肃立在那里 这一座不够辉红啊 没有古籍中记载的 那么巨大 另一个方向 魔女也在轻语 美丽而妖艳的某孔中 有惊人的光芒绽放 在其旁边 有一个中年男子 超尘脱俗 飘飘若仙人 道 神级擂台的红大与否 同对决的修饰境界 有关光影一闪 十一与十号 几乎同时登临天空战场 两个人隔着很远 遥遥相对 一瞬间而已 这片尘封的战场 就充满了肃杀气 但金色的战场 巨大的基石 宏大的围栏 全都闪烁古朴 而大气的符号 防止战斗的余波 冲击出来 你们说谁能赢 最终会怎么落幕 这是很多人的疑问 这些天来 一直都在议论 不过马上 就要有结果了 我觉得重通者 有八成的迎面 毕竟实力强大 各方面无比均衡 相反 十号虽然惊艳 但失去了至尊骨 缺少独一无二的底蕴 这是不少人的心声 人们认为 十号先天不足 处在很劣势的地位上 未必 十号当年 失去原始真骨 身体枯竭 本应死去 但却活了下来 还成为了一位少年至尊 既然他已创下奇迹 我相信这一次 他还会有惊人的表现 迎面不小 自然也有人吃反对意见 看好十号 人们议论纷纷 认真分析 根据所知情况比较厚 认为十亿胜处的 占了足有七八成人 因为他的确够惊艳 先天条件完美 场中 两道身影化成光束 像是两颗彗星般 冲向一起 爆发出刺目的光芒 响声如雷霆 轰 这不像是一般的对决 而像是两座太古神山相撞 让天地都在轰鸣 波动剧烈无比 射人心魄 这一击 烟霞滚滚 神光澎湃 浩瀚若汪洋 那种神力冲撞太恐怖了 像是非人力般 过了片刻 那里才恢复宁静 各种光芒消失 只剩下了两道身影 遥遥相对 分处一方 人们亥然 刚才的战力令很多人胆寒 他们自问若是上去的话 多半要立即陨落 难以抗下这第一击 弟弟 才一个月未见 你的肉身更厉害了 十亿眸光闪动 有寂灭之力浮现 你又用精神液泡身体了 十号露出异色 此后 两人陷入寂静 但是很多人都看出 他们的气势在攀上 变得越发的恐怖了 十号衣衫烈烈 宛若一尊神在复苏 另一边 十亿也是如此 毛孔张开 一道道神兮喷勃 浑身旁若有一道道神宴在吞吐 与这九天十地融合在一起 借乾坤造化 叶儿 千万不要留后手 赶紧将他诛杀吧 远处 一只金色的大蜘蛛自语 在其旁边 有几名尊者 显然与魔灵狐关系很好 有人道 金珠兄 你的请帖我们收到了 此战落幕 必去赴宴 加以庆祝 想来必然是一场盛事 这个名为十亿的少年 注定崛起 当得起无双这个称号 另一个尊者点头道 轰 十亿掌心发紫 喷勃烟霞 若紫气东来 携带一股钙式气息 向前击去 恐怖滔天 这一刻 他神威凛然 难以阻挡 不要说是天空战场 就是外界众人一时战力 感觉到了一种悚然的气息 这是什么宝树 好厉害 嗡的一声 几乎是同一时间 十号那里 腾起大片的赤霞 他如浴火而生斑 爆发出无以伦比的神力波涛 他抬起右掌 向前按去 掌心赤红 浮现一枚古朴的符号 闪烁出惊人的火光 还有爹 我看过这个 感谢观看